各位 大家好 我是奧美蒂 大家好 我是奧美蒂 今天是一緒に歌いましょう 並非 私と共に 日本語の発音をしっかり練習しましょう 大家好 我是奧美蒂 我在YouTube上面呢 上傳了一個佛系讀書法 考過日減N5到N1的這個影片分享 那這個影片呢 在YouTube上累計了38萬次的收看 內容呢 是向大家分享了我的讀書方法 現在呢 我跟倭克360合作了一堂線上課程 讓大家來面對一直不敢面對的問題 那就是日文發音 很多台灣的學生考過N1 甚至到了日本留學 仍然無法流利的對話 或者是把桃子 講成大腿 把定時 講成轉職 天職 很多日文初學者 在學習日文時 常被漢字影響 而無法講出正確的日文 看到 やすみ 腦袋裡面只想到 しょうみ 其實呢 重要的不是模仿日本人的口音 而是找對發音的方式 以清晰的口聞表達自己的想法 才能達到溝通的效果 本課程使用的 繪畫和單字精簡 讓同學可以集中注意力 在學習發音上 內容呢 總共有五大章 十二小節 為什麼要學日文發音 學日文從五十音開始 重訓時間 外掛時間 說出更人性化的日文 你將在這門課程學會 第一個 認識日文的五十音 看 聽 說 理解日文五十音的基礎發音規則 二 修正中文式的發音 培養日文母語者 能夠清楚辨識語音的口音 三 培養自我訓練發音的能力 讓學生即使在課程結束之後呢 仍能持續進步 四 學會基礎繪畫和單字 了解外來語和字詞的 基本發音轉換規則 課程的內容 含有大量的發音練習 搭配學習講義 強化學習體驗 重點加強各個台灣人 容易混淆說錯的假名 以及各種基本繪畫用語的 發音特徵與技巧 透過線上重複觀看 讓你的學習弱項變成強項 想要學好日文發音 需要經過日積月累的努力 但是不知道怎麼練習的話呢 念再多次都一樣 初學日文的朋友呢 可以趁這個打好基礎的機會 懂發音 單字也記得快喔 如果同學考過M1了 可是仍然有發音的問題 那就是沒有抓到練習的技巧 我們一起來打破FIN的盲點 衝破口說瓶頸 讓我們一起在倭客360 好好說日文 日文好好說 從現在開始認真說日文吧 これからも頑張りましょう 頑張りましょう 謝謝 待會兒 請請